ok 好了 所以我们接下去要解这个 解这个 i 小 t 后 所以我们解完这个 所以跟大家大概制造这个比较 比较麻烦的这个题目 所以我们 嗯 所以我们就继续这边 好来我们开始哦 所以我们要先整理他之后 才可以开始去写他的微分 首先这边是 嗯 三次方根 三次方根的话 他会变成三分之一次方 所以second 4x 然后三分之一次方哦 好啊 来所以我们微分他 所以dy by dx 可以dy by dx 所以把三分之一搬下来 可以变成是 呃 三分之一的微分 所以这边我们会有second 4x 然后 三分之一减1哦 因为三分之一减1 会变成负三分之二 这个要小心哦 ok 三分之一减1 所以会变成负三分之二 ok 三分之一减1 变成负三分之二 ok啊 好 所以这边我们做步骤哦 是属于三分之一的微分 ok 这讲过了啊 可以讲过啊 三分之一的微分 所以我们三分之一搬下来 可以三分之一搬下来 然后三分之一减1 然后脂肪 变成 三分之一减1 这样 ok 所以应该是没有这么大问题 我是没有开卖 给它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诶 四方会变 诶 四方会变成 三分之一减1 所以负三分之二 所以这边这个地方是 可以这边这个地方是前半部分的微分哦 所以我们接下去看后面哦 所以接下去后面我们要 诶 不会哦 因为有second耶 这样不对哦 我们做错哦 这样做不到要改掉 要改掉 这样不对 我们再多一次 所以这边我们会把它变成是 cos4x的负三分之一 资方 啊 这样才对 啪 这样才对 好 所以我们继续做微分哦 哦 我开麦了给你们讲话 你们也不应我啊 这有什么好开麦 啊 你们这句是影片啦 那个影片 影片我有录到啊 影片有录到 刚才有讲错那边 代表A second哦 如果你要接下去做微分的话 你要处理second tangent 我不要 所以不要做second 把second换成cos4x加负指数 可以把second换成cos 然后加负号的指数 然后 呃 根号 k3次方根是1 3分之1次方 k3次方根是1 3分之1次方 所以会变成-3分之1 啊我刚开注麦给你讲话 没有硬吗 所以我把麦开掉 你们才听得到我讲话吗 啊 你们如果我讲要把麦关掉 你们才听得到 这边很奇怪的你们 ok 所以会变成-1 3分之1次方 ok啊好 -1 3分之1次方 ok 这时候把-1 3分之1次方 搬下来哦 因为我们要处理他的微分 所以这边这个次方要小心哦 因为呃很多同学会做错啊 哦会做错 我这做错是纯初心的 不是讲呃 什么你做不够多 还是你没有把公司背收 不会啊 因为很多同学到现在为止 -1 3分之1减1哦 在他的世界里面都不是-1 3分之4的 啊 所以为了防止这样子的出错 老师强烈建议大家 -1 3分之1减1按计算机哦 可以你就会看到-1 3分之4的 啊这样就没有问题哦 ok 所以就好像我需要一个可以对话的机器啊 只要我讲话的时候他会回我 就是哎就是哎就是很像Siri 喂Siri 嗨Siri 嗨Siri 你听过陈起真吗 好的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与你听过陈起真吗 有关的内容 请过目 哦 不错哎 我觉得蛮棒 cos 没有换什么意思 还没有处理完啊 我的 second 换成cos 的时候 然后这边变成负值数 因为 second 是 cos 1分之1嘛 second 4x哦 是 cos 4x 分之1 所以我把它写成是这样子 我把它写成cos 4x 的-1次方 然后这边有3次方根嘛 所以3次方根就会变成-1次方 还没有微分的嘞 还没有微分 我们这边这块做的是-1的微分 所以不要忘记耶 当我在做-1的微分的时候 然后这边是招潮了 看到吗 可以这个地方的cos 4x 招潮了 ok 我后面才会去处理cos 的微分 让它变成-1 可以吗会乱吗 就是我们在做-4方的微分的时候 里面招潮 在这边这个地方 一样啊 我1 2分之1微分的时候 -2分 那个里面的sine跟号x招潮了 所以这个很容易做错 真的很容易做错耶 因为你做做下就会忘记掉 里面其实是要先招潮 很多同学会 在想要同时做1 3分之1搬下来 又想要做cos 的微分 没有办法啊 咧同学 明白啊对 他没有写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一堆 还没有写完 因为还有4x也要微分吗 所以后面还有一堆 所以这地方大家要注意啊 做哪一个东西的时候 就只有做他的那一项 其他东西招潮 所以接下去我们第二个步骤会做的是 因为第二个步骤会做的是cos 的微分吗 所以cos 的微分会变成-1 cos 的微分会变成-1 当我在做cos 的微分的时候 4x是招潮的 可以当我们在做cos 的微分的时候 4x是招潮的 所以4x招潮进去 然后最后的最后 我们要处理4x的微分哦 所以4x的微分是4 所以明白吗 就是我们在做四方的微分 cos 4x招潮 我再做cos 的微分 4x招潮 ok 我再做4的微分就没有东西哦 就只有4x的微分 所以就会有4在后面 到这边大家ok吗 ok 真的就是要练习了 多练习几次 应该大概就慢慢进去哦 可以慢慢就会记起来一下 后花点时间了 真的要花点时间 真的要花点时间了 好 呃 基本上哦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对大家要求 就是至少这一步要先出来哦 ok 然后后续啊 坦白讲 我们是没有要求学生要整理的 就是你只要把负指数变去分母 就很够哦 ok 呃 解释一下我们做完先啊 好 所以这边我们就会有-1分之1 然后负负得正哦 所以答案是正的啊 ok 这第一件事情 ok 上一次是分子 这个可以先写这没有影响 然后四也是分子 这个没有影响 ok 三次分母 所以最麻烦的一定是这个东西哦 Catry 最麻烦一定是这个东西 哦 这东西想做哎 首先还有负指数 他一定在分母 因为他有负指数他一定会在分母 所以cos 一定在分母哦 ok 然后哦 3指的是三四方跟4指的是四四方 所以我们这边有两种写法 一种就是你把四四方写在里面 然后加上三四方跟哎 这样就好哦 ok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也可以写成是 三四方跟cos 四 x 然后把四四方写外面 可以两种都可以 你写里面我也接受 ok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 不需要做有理化 也不需要化碱 哎你在做 呃 粉红色课本或者同考题 同考题应该也没有要求的 喂你在做粉红色课本的时候哦 他有时候会把答案写成这样的 他会把它写成cos 四 x 然后三四方跟cos 四 他把四四方拉出一个三四方 开根后变在外面 给我觉得不用你写这样我就接受啊 给你写这样我就接受啊 所以所以坦白讲 我们这边在考微分的时候 就是考你微分而已 我们就不不不不再要求你去做后续的整理 可以打个比方上一题 可以上一题我们的分母是不是有根号 x然后si 根号 x 可以会有同学问分母有根号 我是不是要有理化 可以不用 不做 只有一种情况会要求大家有理化 就是我要丢数字进去的时候 就是你不可以给我 答案是2根号1分之1 但是我接受你给我2根号1分之1 两个有差 带数的结果就给我带数的 不用有理化也不要紧 可是如果今天是变带数字进去啊 我就会希望你去做 不是希望我就会要求你去做这个有理化 让他变成4分之2 所以这是这两个 这两个 计算题目的差别 一个是有位置数的 所以有位置数的题目不需要 可以不需要额外再去做有理化 但是数字的题目会要求 所以这题也是一样 最后给我这样就好了 可以给我这样就好 坦白讲这个已经算是不容易的题目 因为他要处理的项目很多 他不像是之前那样 只有四方跟四方简易吗 他有根号 可以还有根号 所以不好处理 这是矮小题 请问一下 高一里二同学有什么题目 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哪个部分是不理解的吗 请问有吗 可是那个cosx可以直接写成了 那个三分之四四方吗 不可以要写根号 对但是我接受你写second 如果你要写second的话 有同学会想写second 不可以写不可以写四方 要写根号 把根号换出来 对 对 好 还在问是高一里二同学有东西要特别问的吗 没有我们才往下哦 没有没有哦 没有好可以哦 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往下哦 可以叫我们应该就可以往下好 好来呃这一下 可以我等你一下 可以这又更难了 这个又更麻烦了 这个又更麻烦了 没有啊听讲做人都会回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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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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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他面对禁止教课才不会孤单 我这边有卡比兽 有海绵包包有皮卡丘 应该是不够啊 你们看过卡比兽吗给你们看过吗还是没有 没有给你们看 为什么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什么状况有不同一般啊 你们是不是同一般 在那边 去那哪里买啊 去 那哪里哪里 那哪里是哪里 那地方叫我 那地方叫我吗 啊Jewer 对对对我已经忘记这个地方 你这久没有去了吗 Jewer 那个新加坡机场啊 那个Pokemon Store 19块好像 21块 21块新币 可以 那种感觉就是每一轮去都会买一只 很悲剧 要买下去不是办法 这题麻烦的不是吃法 麻烦的是根号1加X 所以你要在后面 最后的地方补上 根号1加X的微分 这是最辛苦 来吧我们解吧 所以首先3的微分 把3搬下来 4方减1 所以这个部分是最前面 我们要处理的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东西的微分的时候 sine不要管他 根号1加X也不要管他 明白吗 就是先处理3而已 先处理3 其他东西造潮 接下去我们处理sine 所以处理sine的微分会变成cos 然后1加X造潮 可以根号1加X造潮 最后的最后 我们要处理的东西是1加X的微分 1加X开根号的微分 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最最麻烦的 最麻烦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去处理这个东西的微分 好处理这东西的微分 它其实就是1加X的1分之1 可以1加X的1分之1次方 所以它的微分会有1分之1搬下来 然后次方减1 可以1分之1搬下来 然后次方减1 好处理完这一块之后 可以处理完这一块之后 理论上来讲啊 理论上来讲还要乘多一个东西了 还要乘多一个东西了 要乘多东西是1加X的微分 可是这里你没有乘答案也对 因为1加X的微分是1 所以不影响 它就乘1而已嘛 所以不影响 如果里面不是1加X 里面是1-X 这样这边就要乘多一个-E 明白吗 所以从外面微分到里面这件事情 大家慢慢记起来 从3微分开始 然后微分到sin 然后微分1分2次方 最后才是微分1加X 从最外面微分到这里面 然后每一轮的微分都是乘法 乘在后面的意思 每一轮的微分都是乘法 好 因为这里微分是1 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写哦 我如果没有错的话 那下一题应该就就有东西了 对我们就不写 对答案就会变成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形式 可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形式 是我们目前为之可以做出来的情况 解决我们整理它 所以整理它 画字体比较好的地方是 有分母 这地方有负值数 所以还会再分母 然后三是分子 所以我们分子的地方是 3sine平方 √1加X cos√1加X 还有分母是 2√1加X 可以答案长这样 恶心耶 它有没有成为大家18.4的感觉 它跟你之前做的微分完全不一样 之前做那种斑夹夹久了 这个才好玩 然后补充多一件事情啊 就是如果对你来讲这样子的微分哦 可以这样子微分是很痛苦的话 还有一招可以教大家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无限的圈入 无限的圈入 不是无限列车啊 无限的圈入 就是你把最里面的列成U 然后再慢慢列到往外面去 我可以列U 等于1加X 我可以列V等于根号U 我可以列W等于sine V 就这样 如果列成这样哦 这样我的Y啊 叫做sine V sine V 哎不对 我的Y叫做W的三次方 我的W叫做sine V 我的V叫做根号U 我的U叫做X加1 1加X 你去做这个东西 一步一步做完微分 再乘起来答案就成这个一样啊 答案就跟这个一样 你做完做给你看啦 你不用吵了 真的不用吵怎么可能吵 太恶心了 所以微分的话 dy by dw 会变成3w平方 dw by d dw会变成cosine V dw by du 会变成2根号U分之1 du by dx 会变成1 你把这三个东西乘起来 就是这个来了 啊你把它乘起来就是这个来了 你把它乘起来 你就会有3w平方cosine V分母 是2根号U ok U是什么 U是X加1 所以2根号X加1 V是什么 V是根号U U是根 U是X加1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cos 根号X加1 W是sin V V是根号U U是1加X 我就会在这边得到3sine 平方根号X加1 你跟这边一样 啊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无限的圈入哦 一直做4个微分哦 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啊 因为这样做真的要写很长哎 而且会乱哦 所以还不如做上面那个 自己知道从最外面微分到最里面更好 可以吗 到这边这个解释 可以啊 坦白讲啊没有考将难的了 啊没有考将难的 呃年中考不会考将难的 基本上考到这个都一堆人死了吗 考到这个就过了 这个就过了 啊 啊 这个就已经够乱了 他不用根号啊 他考根号X都已经一堆人 一堆人痛苦啊 所以不会考将生啊 你就大概当练习这样理解他就好 这个是J小题 可以啊 所以我们平常做的也解释啊 然后如果你要做很多个圈入了 我也解释给大家看了哦 可以我们再往下 可以我们再往下 好嗯 可以 这个就变简单了哦 这个真的简单多 这个简单差不多 这就是可以考了 然后不用展开啊 直接做哎 我妈不要展开 你不要给我1331展开 1331变难啊跟你讲啊 1331变难 你展开反而变难 你展开反而变难 别人 你 对 看所以他的微分很直接的 啊把3扳下来先 他会把3扳下来变成3乘上1加sinx 的平方 可以3扳下来3-1 好接下去 可以接下去微分1加sinx 可以接下去微分1加sinx 1的微分是0 sin的微分是cosx 所以后面有多一个cosx对吗 啊做完了 啊就这样而已没有别的东西啊 因为x不用再微分就1了吗 所以不用再管他哦 所以我们得到的答案是3cosx 然后1加3x的平方 可以这个会麻烦你整理一下哦 可以这个麻烦你整理一下 因为单向式我们会写前面 可以多向式写后面 可以单向式写前面 就好像如果我们有3然后 1加x平方跟2x的话像这样哦 可以我们写的时候会写成6x 然后1加x平方吗 可以单向式会写前面 所以这两个先乘哦 所以这也一样单向吗 两项就是1加怎么在减怎么这样啊 所以我们会把单向式写前面 这个会麻烦你整理一下 哎这是k小题 可能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哦 因为你们会比较开心啊 就是 离伍的节少你们一节 就是之前 兼考什么一大堆吗 所以他们礼拜六要上课 哈哈哈哈 你们不用 对 我问他们他们一开始还不懂 我有这个邪恶计谋 我问他们礼拜六你们要去打针 不是哎接人去打针哦你们 我就问他们谁 班上最早去打针的人是谁啊 班上最早去打针的人是8点多 可以代表8点多他起床了对不对 所以之后同学都是什么9点啊 10点啊或者中午才去吗 好我就跟他们讲叫我们8点上课 他们就有点杀眼 对可是他们少一节 他们一定要上啊没有管他 你们就不用因为你们没有少节 那谁在爽的人 有没有想过那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啊 你在笑的时候 完全没有在顾虑他们感受 就是人来的问题 不上的话现在礼拜二 我们夹课时间就不一起了嘛 所以一定会一定会一定会上啊 一定要把进度拉回来 可以解决这是K小题 来往下再多一题 呃L 对你们拜六也是打针啊 他们拜六也是 所以你们拜六本来就没有课吗 对不对 因为因为因为停课吗 然后他他们也是停课吗 因为打针 可是因为他们的节少你们一节 就是呃 他们上一节课 就是他们今天是第一节吗 今天上完课是你们昨天上完的内容 所以他们慢一节课吗 他们慢一节课我一定要补回来的 不然下礼拜二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候 时间会卡住 所以他们拜六就要上课 对你们就不用 你们没有识吗 你们没有影响吗 就不用就不会就不会叫你们起床啊 他们就要啊 反正就有很多人在投销啊 那也不是人哎 真的 还有那种 还有那种再松一口气哦 这样子 我在做梦 L小题Y等于sin3xcos3x哦 可以这个东西的微分要用到product rule 可以用到product rule就是 呃 一个一个一个定理啊 可以一个定理 然后 product rule我们19章才会学 所以这边不能用product rule来做 可以19章才会学 所以我们不能用product rule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要用别的方法 可以别的方法来做 ok 所以我们如果要用别的方法来做的话 呃 我们要做计划核查 ok 我有同学在讲他的微分 就微就好了 就把它变成是 3cos3x跟 -2sin2x哦 同学是错的啊 没有的啊 没有没有这样的 加减罚才可以 加减罚才可以 加减罚可以分开 可以分开微分 乘除法不可以啊 所以这微分是错的 ok如果今天题目是 如果今天题目是sin3x加 cos2x的话 你是可以微分让他变成 3cos3x-2sin2x 这个是对啊 可以加减罚可以乘除法不可以啊 诶这题我们测验考哦 诶我们测验考这题 我们确定一下大家是ok的 因为我们没有考19嘛 所以那 所以你是不能用product rule 你只能做 这个计划核查 好 所以不能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不能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这件事情是错的 我们放在旁边啊 好 这样我们在这边要做计划核查 我要把它变成是 两个三角函罚的加减罚 ok 所以这边计划核查需要2 所以我们乘二分乘二分之一给他哦 给这做法可以跳过去的啊 如果你直接写下一步我会给对的啊 因为 呃有些同学觉得这步很多余吗 就是写了然后很像白写这样 ok 这次可以不用写了 ok我可以接受你直接把它跳到这边 可以直接写成二分之一 好23cossin加sin 可以啊23cossin加sin 所以我们就会有sin 3x加2x除2 还有加上 哎没有除2哦 sorry 没有除2加起来而已 我的错 k3x加2x 跟3x渐x哦 ksin加sin啊 k3加sin 计划核查写一下 ok所以二分之一照写 然后前面就会是sin5x 后面就会是sinx哦 ok 所以我们 dy by dx 会等于 2分之5 cosin5x 还有2分之1 cosinx哦解决 对啊 有给他讲哎 这面是给他给他讲一下不然我会忘记了 他 哎就这样有问题吗 这个是计划核查之后 他变加减法就可以直接尾 乘除法不可以啊 乘除法要用product入19章 我们会讲很重要的方程式 嗯 就这样这个是 l小七 cosinx没有微分 哪里哪里 sin微分变 ok 好像到我家 sin微分变cos 然后 sin微分变cos 那就这样两个都未可以啊 我写错题目好可以 哎 赛口是不要忘记啊 哎要讲回事吗还是不用 你要很怕呢 赛口会变成 ok 二塞口变塞加塞吗 二口塞变塞减塞 二口口变口加口 二 塞塞可以负二塞塞变口减口啊 不要忘记啊 我觉得在看那种什么三角横数的那种什么影片啊 就是就是别老师在教吗 很多老师都在念cos 我真的会顶不顺了 你不要念cos 我看一次 cos ok cos 哎如果你念cos也是可以 你不要讲老师我就好了也是可以 这样不要紧 我们就 可以的可以的 ok 不然就念单我就傻眼 好就讲这是l 下去 15 哎这个wrt 懂是什么哦 with respect to哎 我之前好像没有讲这是 wrt 是with respect to啊 我会越写越短哎 下一张也是微积分吗 所以下一张微分的听不出来 直接写dwrt x differentiate with respect to x 就讲 管你 反正 反正那个2019年初 2019年初二一都已经看过 fitp 啊 什么都什么都有啊 bill in the brain 在摆你 没有在管这些啊 哎来我们进几分哦 干脆摸一分了 题目到刚刚那边就就停好啊 给我们进几分 几分讲完 应该就直接跳下一张来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对吧 还是我记错 我积分也是很长一下 积分有6面的笔记 不过这个人字比较大多哦 所以 所以紫阳可能一页就够了 来我们看第15天 还是还是紫阳一页太多了 哎小题 呃我们积分 塞 半角-cos半角平方 我们先把它展开哦 可以我们先把它展开 然后才才积分 好平方展开前平方 二前后后平方 所以我们会有积分 然后跨幅 塞平方半角-2塞半角 cos半角加cos平方半角dx ok 呃 塞平方半角加cos平方半角 ok 塞平方加cos平方 1 ok 塞平方加cos平方1 ok 再来中间这边 ok 二塞半角cos半角 s一倍角 ok 所以整个方程式会变这样 可以等于消化一下下 ok 所有的塞平方加cos平方都会等于1 ok 所有的塞平方加cos平方都会等于1 ok 前提是 呃 叫什么啊 嗯 角度要一样 可以你不要塞平方A加cos平方B 然后你我讲是1不可以 一定要一样的角度 ok 他什么角度我不管 他只要是塞平方加cos平方 又是一样的角度一定1 所以你不要自己谎成说 今天题目如果换成塞平方4x 加cos平方4x 然后你给我讲他不是1 他是1啊 这两个角度只要一样他就1 ok 而且要平方啊 要平方啊 塞加口没有啊 塞平方一个角度加上cos平方 同样的角度会等于1 ok 这个是 嗯 identities 啊 可以很等式 对中间这个是半角背角公式 对 sin2x哦 会等于2sinxcosx 所以 sinx会等于2sinx除2cosx除2 我从右边回来 对呃 一定要做这个步骤哎 对你会觉得说 没有没有展开他 没有化减他可以积分吗 该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我没有学 我们学的积分都只有很基础的积分而已 没有教你很麻烦的积分 所以所以你会发现微分的题目 大多数的化减都在 嗯 微分完之后 就是我微分完之后才会去做各种 这比较例外啊 可以微分完之后才会做化减 这地方我们是不会展开他的啊 不会 积分才会 ok 积分会先化减完才做积分 他变降你一定会积 他一开始长这样是你没有学过的东西 哎呗 因为有平方 所以你不可能跟我讲说 这里你要用平方的积分公式 什么2加1分之1四方加1 没有这个方法 ok 没有没有这个方法了 所以没有办法做 ok 好 所以变成1-sin tx 之后 我们的积分就很直接哦 1的积分变x -sin x 的积分变 正的cos x 然后加 c 解决 sin 的积分变-cos 吗 负负得正 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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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的话奖直接出答案 也是要展开不是 简跟加都要展开啊 前平方二前后后平方吗 他不会变成1 开始了没有开始做这种 就是你问我答的环节 加不是1妹嗯不是 你的世界里面加是1啊 太惊人了吧 不是1啊 不是啊 他那可能是1平方才是1 老实我刚不是有讲啊 哎他是平方他是脚啊 如果他今天是脚 你也是要让他展开 他还是会变成3平方半脚加23半脚 43半脚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啊 没事啊 对啊所以这边这两个会变1哦 所以你也是一样会变成1加3 2X哦 1加3X 可以1加3X然后才几分 所以不会变成1哦 他还没有办法 对啊好呃 比小提大记作 没有我们才讨论不要紧 可以没有讨论啊 如果你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等下没有记作 或者放学后你没有记作的话 这样你明天就要在体育节 的时候记作哎 不要啦 先做掉啊 下面第四不是体育节 对啊对啊 好呃就这样我们今天上面就好了 谢谢大家面前 谢谢大家哦 谢谢大家来上我课哦 谢谢大家哦 谢谢老师 呀